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飘窗主要是为房间采光和美化造型而设置的 既有利于进行大面积的采光 又保留了宽敞的窗台 使得室内空间在世界上得以延伸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家里有一个大大的飘窗 在家庭中使用设计也已经很普遍 然而风水一般不被重视 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飘窗该怎么装修 装修风水禁忌都有哪些 1.飘窗窗帘选择 1.根据高度选择 飘窗虽然有这么多的优点 它的使用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 首先,我们建议窗台的材料要能防晒 另外,专家建议不要把飘窗开在儿童房里 这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因为低矮的窗台 儿童很容易攀爬 2.飘窗窗帘选购 大多数人飘窗上喜欢用垂直帘 其实对于飘窗不是很合适 个人认为 罗马帘比较适合于飘窗 因为垂直帘收拢时会遮挡一部分光线 而且合拢的帘子可能不是很整齐 会影响整体美观 而罗马帘侧会好 即使收拢也会是比较整齐的一层一层的 3.飘窗盐窗帘色 飘窗窗帘的颜色选择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飘窗窗帘颜色应该与整体家居颜色相一致 颜色不能过于鲜艳 因为窗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用来保护我们的隐私 如果颜色太过于鲜艳将会引起过分的重视 这样反倒会使得其反 2.为什么说低飘窗的阳台风水不好 有人可能会认为窗户有玻璃 也能起到阻隔房屋内外空气的作用 怎么会是一个空洞呢 这是因为风水中所说的气其实指的是磁场 或者说是能量场 这种能量场在房屋内外的进出与交换 相对于墙壁来说 窗户几乎起不到多大的阻隔作用 因此如果窗户过大的话 房屋内的旺气易于流失 而房屋外不好的煞气又很容易进来 同时也会导致窗户周围的空间磁场比较紊乱 在以前的视频当中给大家讲过 风水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藏风纳气 而藏风纳气的实质 就是要让房屋的能量与外界的能量 在交换中不至于大量的流失掉 人住在房子里才会得到稳定风水能量的滋养 而现代住房中普遍都存在窗户过大的问题 也由此导致了很多人出现情绪 健康、运气等方面的问题 三、风水上窗户的大小 在古代 窗的概念是与现代不同的 窗在古代指的是天窗 由于过去都是平房 往往会在房屋的顶部开一个窗 这样就可以起到采光的作用 而现在我们所说的窗户在古代叫做窗 它指的是墙体上开的通风口 主要作用就是用于通风 古代窗户的高度一般都是齐胸的 现在很多老式房屋的窗户也都是这个高度 然而现代建筑设计 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 大多数窗户都设计成低窗和落地窗 尽管在采光、美观、通风视野等方面十分优越 但这种设计对房屋的风水影响是非常大的 四、卧室风水之飘窗 由于居住环境问题 很多人将家具摆放的空间进行了改变 许多住宅都将窗台用作睡床 这样便可以物尽其用 增加睡床的宽度 虽然这些方法可以充分利用窗台的面积 但当睡眠时一步小心 便会弄破玻璃或造成人命伤亡的惨剧 尤其是儿童睡床更不应该太靠近窗台 因为他们好奇心众 往往会被窗外事物所吸引 而窗外望或爬出窗框 就会酿成危险意外 所以儿童的睡床位置是最好摆放于靠近墙角位 同时屋内的窗不要太多或太低 只要在室内空气流通就没有问题 由于睡床太贴近窗口 若窗与街道太近 睡眠时就像睡在街道上一般 遇到行雷闪电或灯光照射 会因而导致睡眠不足和心理恐惧 睡床是用作休息的地方 若床流空则缺乏安全感 会有不舒适的感觉 所谓流空是指没有背山或靠山的意思 当我们熟睡或做梦的时候 身体就会不知不觉的四周移动 头部可能走出睡床范围因而受伤 风水中窗户的高度现代建筑中 除了窗户过大会对风水造成不利的影响外 还有一种情况亦会造成风水变差 那就是窗户的高度过低 最不好的就是落地窗 人站在落地窗前尽管前面有玻璃的遮挡 但人的本能上都有一种恐惧感或者说是不安定感 楼层越高这种感觉越强烈 大多数人家中是落地窗的情况十分常见 站在这种窗户的跟前同样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安定的感觉 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 却不知道这种感觉来源于低窗 很多卧室里的窗户是那种低飘窗的人 都曾有过一个共同的现象 就是睡眠质量较以前变得越来越差 其中的根源就在于低窗造成的不安定感 我们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 面对周围的种种环境会产生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人类的各种本能中 其中一种本能就是保护自己的隐私 不被外界发现或者干扰 而过低过大的窗户在人的潜意识层面 就会干扰到我们的本能 从而使我们产生了一种难以察觉的不安感或恐惧感 这种不安感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会被我们明显的察觉出来 比如当我们光着身子站在低矮的窗户前时 我们本能就会有一种羞耻感 觉得自己的隐私被暴露了 即使窗户的对面没有其他房屋 也根本不可能有人会看到 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会有着很强的不安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在家里也都会或多或少的穿着衣服 尽管很多人察觉不到有上述的不安感 但这类窗户给我们带来的不安和恐惧 却是客观存在的 只不过它深藏于我们的潜意识之中 不被我们的表层意识所觉知罢了 风水就是研究环境磁场对人体磁场影响的一门科学 当环境磁场对人体有利时 人就会变得特别的安定 不论是健康还是运气 都会向好的方面发展 反之像这类过低的窗户或者落地窗 使我们长期处于一种不安感中 慢慢我们不是身体出现问题 就是运气变得不顺或起伏不定 五 不利窗户的化解方法 如果家里的窗户过大的话 进行建筑改造几乎是不可能的 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外物遮挡的办法 或者挂双层较厚的窗帘 人为的减少窗户的面积 如果家里的窗户是落地窗 或者是高度较低飘窗的话 最好在窗户的下部贴上不透明的玻璃膜 或者用木板等物品遮挡 高度达到腰际部位左右即可 经过大量实践 这样处理后 无论是客户自己的心理感觉 还是实际的风水效果都十分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试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输